如果你買了BiddyBiddy 去到現水平 我覺得又不是完全不可以考慮的 因為你看看它的業務的增長 其實我覺得它 就算儘管業績 其實它對下來都好 我覺得它已經已經是交到功課 它業績的增長 因為現在有幾塊業務 相對上的änder質其實都比得不錯 當然你對比它之前幾個quarter 一定是低下降的 但我覺得也不差 雖然說它經調整 盈利是有少少失落的 他昨天又贴了下来 始终他真的 因为他做了一些 户股债的那些 但要留意他去换 他应该要日价去换 只不过他如果去换 他会跟你坦薄很多 这是一个市场会关心的因素 再加上他刚刚业绩又不行 你明明有钱 你又去乘些钱 所以就打击了这个市场的信心 但如果你真的想去中长线 去找一些中型的 内地科网股 又有不同的 一些概念去打到一些 年轻人的市场 再加上他刚刚买了 就是收购 他拿到一个支付的牌照 所以中长线我觉得 美常吸纳是不可的 因为你真的要跟你去 内地或者香港股市做好 这些科技股一定是要行的 要买大那几个 其实这些都是其中一只 会在NAMM做出来的 一只大型的科技股 当然你对比大那些 投机大那些 尺寸相对上会小一点 是有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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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